第37集西游记框架 上一集说清楚了真假美猴王,到现在为止已经讲了好几个西游记的故事 白骨精,冰天河,黄蜂岭,朱子国,百花修,还有刚讲完的真假美猴王 西游记的大概样子已经初步成型,这时候就要将西游世界的核心逻辑讲明白 这样才能更好地进入下面的故事 这一集我就来讲讲西游世界的各个集团是怎么彼此联系的 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是西游世界最本质的道 西游世界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 最顶层西天集团,中间层王帝,最底层老百姓 我们以通天河为例 通天河中,神仙是观音菩萨,是最顶层 皇帝是唐僧,中间层 老百姓是陈家庄村民,最底层 作者借助陈家庄村民的口说出来 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神仙模样 最多闻到一阵香风 这也就是西游世界的基本规则之一 神仙存在,但是老百姓从来看不见 可是他们却要具体的贡献出同男同女 这点西游记写得明明白白 老百姓看不见神仙 可是在皇帝这个层次是可以不但看到神仙 还和神仙有直接交流的 唐僧和神仙就相谈甚欢 在西游记中,没有任何一个天上神仙要吃唐僧肉 他们只是要唐僧来取经 吃唐僧肉的都是妖怪,是从天上下来的 但是他们在人间行动 所以,神仙和唐僧之间的关系 没有要吃和被吃的关系 他们的关系是互利互惠 神仙给唐僧永生,一直不死 死了就转世,就夺赦 永远活在人间 这也就是金蝉子这三个字的本质含义 作者用金蝉子来说明了皇帝是神仙集团培养的 永远在人间统治百姓的非常好用的工具人 神仙给了唐僧永生 那么自然要唐僧回报 否则干嘛白给他长生呢 唐僧给神仙的回报是 让地上的百姓信奉天上的神仙 你信观音,他信佛 你念佛经,他读圣经 西方思想在皇帝的多方命令下 在地上到处传播 他用诱导手段或者强制手段 将西方思想传播到地上每一个角落 即便你躲在深山老林也无法逃避 这样每一个老百姓信到西方思想 这就让天上神仙得到了他们的粮食 就是万众的信仰 很多人是卡在这一块无法理解的 因为大家觉得信仰这玩意儿 看不见摸不着神仙怎么吃啊 你说的我不信 好,那我就举个具体的例子 来让大家更好理解 信仰是怎么吃的 人类采集草药熬成中药 这里有两个分明的层次 高层是人类 底层是草药 人类将底层的生物 取其精制成药吃下去 有病治病,无病强身 总之,这里的核心是上层提取了下层的核心精华 供养了自己 对于草药来说 一只人参在深山老林愉快地生长 它知道人类采集自己干什么吗 假设人参有灵 那么当它离开土的那一刻 它就死亡了 它不知道自己以后被做成什么 所有人参都不知道有人类采集它们 做成药品 可是对所有人类 我们非常清楚 采集人参、鹿绒、三七、当归 这些药材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就是要提炼出这些药材的精华 来治病或者强生 最终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这个大家都好理解 那是因为我们都是人类 但是大部分人可能没有想过 这个过程的本质 本质就是高层 提炼下面层次的生物的精华 为自己所用 或者简称为精 那么在西游世界中 这个炼药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神仙炼药和人类一样 都是提取下层生物的核心 就是他们的精气神 那么神仙的下层是什么 在西游记中 是陈家庄奉献的那一对同男同女 一秤金和陈关宝 他们其实在这个层次 代表的就是大明朝老百姓 有人说我不信 精气神傻玩意儿 我看不见摸不着的 那么我反问一下 我们熬制中药 中药的精华都在药汤里面 你能看到药材的精华吗 你一样看不到 我们能看到的是剩下的药渣子 人类一样 我们看到的是皮肤肌肉骨骼 看不到的 但是确实存在的是精气神 否则 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中 有比较常见的一句公伟话 您今天看起来真精神 这精神是肉体吗 是服装吗 都不是 是看不见的 但却绝对存在的精神 如果我们还不明白 那我们不妨把时间线拉长一些 这种事情 单体对比没有什么意义 必须群体对比 我们看看这两张照片 裸边这张照片 不用问 清朝 右边这张照片 新中国建国初起 这都是我在网上随便找的照片 没有任何刻意挑选 同一片土地 同样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 甚至年龄也差不多 清朝的照片上 还有好多小孩子呢 也不都是老人 都是年轻人的对比 甚至清朝还有更小的孩子 可是我们简单的一看就知道 新中国照片上的年轻人 他们一个个特别有精神 那时候他们穿的吃的 比我们现在差远了 但是他们的精神 别说远超清朝了 就是比现在的我们 也明显高出一个层次 我们这个时代 现在的年轻人 大部分都处在亚健康状态 即便不在亚健康状态 一切指标都很正常 但是我们整体的精神面貌 和新中国时期 同样年龄的年轻人对比 明显差一个档次 新中国时候 那个时期的人 那种精神力量 几乎可以从身体里面 直接冒出来 是肉眼可见的精气十足 而现在的我们 吃香的喝辣的 按理说 我们的精气神 应该比新中国的年轻人 强很多才对 可实际情况恰好相反 我们的精气神 远不如新中国的年轻人 我先不说这里的原因在哪 我就问一下 现在对比三个时代 是不是我们能明确肯定 精气神的确存在 肯定存在 都肉眼可见了 既然我们从这个方向 思考问题 确定了精气神的存在 那么神仙烈药 提取人类的精气神 就非常合乎逻辑了吧 人类能提取下层生物的 精气神 神仙为什么不能提取 人类的精气神呢 同样道理嘛 人类怎么采草药 最开始 人类要去深山里 翻山越岭 披荆斩棘 才能采集到一些草药 后来 人类就开始从采药 变成了种植药物 平整一块地方 种下你需要的草药 浇水 吃肥 到时候收割 这比去深山里面采药 明显容易得多 而且收获更大 从神仙层面看人类 就和人类看草药一样 一个人信仰什么 就是他个人的药物属性 就好像大黄和人参不一样 你信观音和基督 就是药效不一样 如果你什么都不信 那你就不是药材 对神仙来说没有用 如果只有灵性的人信仰这些 这就好像去深山采药一样 量少还费劲 而如果大面积大量的人 都有对神仙的信仰 这就好像神仙自己开了一个药物 种植园 不但方便采集 而且还量大管保 可是神仙自己并不能下凡来 亲自管理药源 这违反了天地法则 他们要找一个种植园的管理者 这个人就是皇帝 皇帝是天子 天子的意思是带天寻墓 替老天爷管理这片土地 他有两种身份 一个是神仙的代理人 另一个他也是人民的父母官 因此这时候皇帝就分为两种截然相反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去西天取经 唐僧是代表 唐僧去取经 取来的是什么经书呢 就是如何让这片土地的人民 都变成适合西天神仙药物的管理手册 按照西天给的管理手册 这片土地的人民 就能按照他们的要求 变成了适合他们的药材 而且越多越好 第二种类型 是坚决不让百姓变药材 在西游记中 小白龙是代表 他拒绝西天思想 具体的一个表现是 明英宗废除了公非殉葬制度 明英宗要保护这块土地的人民 不让他们变成西天神仙的药材 这块土地的人民 他们的精气神 要留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所以唐僧和小白龙是彻底相反 而且是针锋相对的两条路线 只可惜 小白龙的力量实在太薄弱 他最终输了 所以被变成了白龙马 说到这里 我必须再次将西游记作者的深刻含义 展示给大家 明英宗 在天是小白龙 在地是白龙马 这是什么 这就是龙马精神 真正的龙马精神 就是明英宗这样 在天要飞翔 在地要奔跑 而他不论飞翔还是奔跑的方向 都是向东 绝不向西 在反观唐僧 唐僧去西天取经 一路上都是慢悠悠地走 即便骑马也是磨磨唧唧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是很虚弱的 他为了一己之私 得不到百姓的拥戴 所以他皮皮赖赖地一路向西行 西游记的作者 在这本书中 深刻地揭露了神仙层面 人类层面 两个层面的矛盾本质 而他是坚定地站在人类层面 所以他为人类开出了真正的解决方案 如果想不变药材 不被西天集团采集精气神 那么就必须变成孙悟空 你要敢于大闹天宫 推翻西天集团的统治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起码你为自己招向 也要将精气神保留在自己身体内 这点怎么实现呢 例的老人家的话嘛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你不要信神仙 那么你对于神仙来说 就是无用的杂草 他看不见你 也就无法收割你 这就是老人家给百姓最全面的保护 因此新中国时期 那个时代的人 才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 有着超越上下五千年的精气神 因为他们不信神仙 只信为人民服务 所以神仙看不到他们 他们也就将精气神 保留在自己的身体内 这一期就到这里 再见